大家好 很高興就要點邀請我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昨天喝很多酒就像有點宿醉 好 我叫Lukas 我可以不要打電話嗎 好 上一頭拿著 然後我現在發現我年紀好像比較大 因為我已經工作三年了 然後就覺得跟學生偷離是蠻差的時間 所以 但我覺得我跟學生算太一樣 因為我是個很容易迷惘的人 然後我又比別人更早迷惘 我大概高中就開始迷惘 然後大學第一年就開始迷惘 一直迷惘到畢業 然後我現在還是覺得很迷惘 所以我覺得迷惘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常態 跟我很適應的一個事情 然後我從小就很喜歡國際上的東西 然後沒有任何的理由 我就喜歡講英文跟看影機 然後喜歡出國 這些我都喜歡 然後所以我覺得不停的不停的找方法 讓自己去搭飛機 離開台 我高中在新加坡念書 我當交換學生去新加坡 我大概兩年多 後來大學我去印度當交換學生 然後我去印度大概快兩年 然後我記得那個榜單上寫東南亞只有我一個人 因為大家都去美國歐洲 但我就選了印度這樣子 然後我當學院東武大學法律系 後來我去偵達那個外交研究所 然後我除了最迷惘 我就要找解決迷惘的方法 那我自己有兩個招 一招就是當實習生 一招就是出國旅行這樣子 那其實當實習生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就是大家應該都會有很多經驗 那我自己覺得當實習生最爽的事情就是 就是不用負任何的責任 因為當你變成一個正式的employee的時候 你就必須扛這個責任 你是project manager也好 但intern不用 你就是進去跟大家say hello 然後每天穿得很好看 然後自拍什麼的 就是當intern是一件很幸福的過程 那我在工部門待過 我也在私部門待過 我在澳米當實習生 後來轉正職 然後我也是在外交部 美國大使館這些很formal的地方待過 所以我就到處去嘗試 因為我不覺得任何人 可以在18 20 22說說 我自己到底喜歡做什麼工作 除了像那個容易割情 你知道專注的人之外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我覺得不停嘗試 是我解決這個方法的一個好方法 那旅行對我來說也是 然後 好 我先繼續往下走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講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覺得大家有一個小迷思 跟我自己的經驗 跟我覺得大家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所以跟我覺得大家其實都是我們國家的一個大使 好 然後 我從小就被灌注一個觀念 就是台灣的國際社會處境非常的困難 包含現在每一任政府都是 比如說MH3WHO 或是出國 你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困擾 你變成泰國人 或是 你就是一直被大陸人欺負等等這些都是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錯 然後 但我長大都發現其實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那我自己很confused 因為我從小就在國外待過 所以我在新加坡東南亞這些旅行的時候 我常常被大家誤認成泰國人 或者是大陸人這些 那我自己也覺得很confused 因為當外國人問你是哪一國人的時候 你會說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對不對 好 Republic of China 這一句話的名詞是誰 China很好 Republic只是個形容詞 所以外國人一聽就說 好 所以你是China 對不對 那大陸人說我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他的名詞也是China 所以他就說 所以你們都是China嗎 然後我們就說 不是我不是China 他說你才是China 然後就吵架 然後有人就想說 But China right And China right Both are China right 所以我就覺得 What the hell 到底為什麼會 這一次讓我這麼confused 所以我就開始設定 我要去找這個答案 那我先環島一圈 在台灣環島一圈 因為我要知道我是哪裡的人 所以我就在台灣走了一圈 然後就去大陸玩 然後就去大陸這樣 北京 上海 內蒙 外蒙 東北 西這樣 就在繞一圈 我想知道台灣內大陸的差異是什麼 這兩趟之後我就開始走到國際上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順序 我要知道我自己是哪裡的人 我跟大陸的差別在哪裡 我再準備好走向國際社會 好 所以回到剛剛那個話題 所以大家會覺得自己好像被國際社會排除在外 沒有很多的機會 但我覺得其實沒有 我們有很多機會 那我會greed out 可以多出去看看這樣子 好 然後 好 然後我大學畢業之後 就開始從事國際社會的工作 那這是很typical的照片 就是去聯合國開會 去APEC 這些大家耳熟能想要你幫工作 那最主要是我在美國的一個公司工作 那這個公司是顧問公司 那顧問公司存在的一就是旁觀者情嘛 對不對 因為當局者迷 所以我想詢問第三者來幫我看 到底好不好 我買這個國際會不會賺錢 我跟我女朋友應該應該分手 就要請人家來看 那我的公司在華盛頓美國的首都DC 那美國DC是一個非常非常政治型的地方 所以它只有大使館、國際組織跟顧問公司 那我的客戶是國家 所以當日本遇到問題、當大陸遇到問題、當台灣遇到問題 他就要問我們 那我們就要幫他分析、幫他做採訪 給他一個白皮書、藍皮書跟一個政策報告 這是我的工作內容 所以我變得非常想去接各國組織開會這樣子 那這是我的工作型態 這是我的公司 滿美的 然後所以我小時候覺得不太可能是發生的事情 比如說走進聯合國或是幹嘛 這些事情突然間都變成真的了 在我二、三、二、四的時候 那我其實我從美國回來才一陣子而已 那我是回來台灣獨家這樣子 所以我在美國DC就是一直去白宮 參眾議員這些地方聽證開會 這些都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些工作內容 然後我不覺得一定要從事 就是政治外交才是國際社會的議題 任何事情都是 但我覺得大家 如果當有一天你有這個機會說 你應該具備哪些能力 第一個當然是英文要可以跟別人溝通 那這個英文並不是說你要懂砂石表 或是這種高級文學 就是你可以講就好 你可以完整表達自己的意思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那再來是要有足夠的知識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當你是學生跟你是工作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當你是學生的時候 你講任何的話都不用負太大責任 因為你就是一個學生 然後你出國旅遊也是 你就是跟大家分享 珍珠奶茶的落飯跟 他們的國家公司 這就是學間會有的東西 但我發現我不再是這個角色了 我現在是一個正式的僱員 我講話代表公司 代表國家 代表我的community 所以我講話必須是有憑有據 所以當別人問我說 Lukas 所以你跟大陸是什麼關係的時候 我不能再回答說 大陸人沒有教養 還有沒有念過書 我沒有打小便 我不能再講這種話 我必須很精準的講出 兩岸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我發現對我來說 那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但我並不是說大家搞懂這些事情 是你的knowledge非常重要 因為你要跟別人講話 那不會有人一直想聽你說 哪個東西很好吃 或你來自哪裡 這個話題有一天會終結 所以你必須肚子裡聊一些東西 跟別人分享你的ideal knowledge 才能做交流跟交換 所以我覺得知識是非常重要的 那skills也是 就像剛才主持人講的 怎麼樣在台上不用緊張 不用害怕 不用發抖 然後講出該講的話 這也是我在出國開會的時候 必須一直讓自己狀況更好的一個skills 對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你不再是一個學生 就我覺得大四難點跟畢業後的一年 是人生很大的一個人生狀況不一樣 你就發現自己不再是學生 不是一切都是好像在你知道在玩在 然後這只是舉例 每個行業不一樣 所以我的工作是什麼 我必須講清楚這些東西 南海的九段階是什麼 各國主張是什麼 立場是什麼 那台灣有學局大家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我們是democracy 你可以不要講出學局制度的英文版 就類似這個樣子 立法院的席次怎麼分配 各黨的主張是什麼 還有兩岸關係 未來如何發展 這些等等 所以我想說的事情是 我覺得各國各業都有自己的專業 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一個足夠的知識 讓自己可以講出一套自己的東西 那這樣別人才會尊敬你 然後你更能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邊 這樣子 我是不是有點老派 其實我才25歲而已 然後我自己覺得有一個滿大的不同 就是因為我也很常出國旅行 所以不管在印度或東南亞 因為我在印度的時候住在平民窟的隔壁 那也是廣義的平民窟 但是我現在變成是 因為有身分不同 我現在去印度是開你知道黑頭車的 因為我們是去談一些 你知道trader agreement或是negotiation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是差異也太大了吧 但是因為這樣你更能看出那些衝擊 然後你更能體會很多人生的不一樣 跟你慢慢讓自己的視野 開始產生很多的變化 我覺得那是兩個年紀 其實男朋友當中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其實大陸每年都去一到兩次 我18歲去20 21 22到今年去 我覺得感覺都會一直在變化 因為當你更清楚自己是誰 然後更了解自己的時候 你在看別人 你會一直有產生很多變化 好像近視會加深的感覺 就是那是一個滿有趣的過程 我實在有點抽象 但大家可以未來慢慢去體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工作有點類似像外交官 但不完全 但我自己覺得其實每個人都是國家的外交官 然後但我希望 這有點像小確幸這件事情一樣 就是因為大家會習慣性把它當藉口說 這是一個惡群群亂 因為台灣的媒體太爛了 所以我不知道美國現在選舉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中東現在是一團亂 我不知道ISIS怎麼了 那這是一個藉口 所以你不了解國際社會 所以當你遇到外國人的時候 你只能跟他說 說珠布奶茶50人最好喝 綠茶要買清新的 新運的馬力送進去騙人的等等 這些很shallow的一些topic 所以我希望 因為大家一定都是很有想法 跟很有程度的好朋友們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傳遞出更多的訊息 給你認識的外國人或是這些國際社會 所以台灣其實有更多更好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的音樂其實做得很好 那其實我們的經濟體 我們哪些產業其實是過得也很好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而不再只是說有些食物很好吃 跟肯定有辣麵很多 這些shadow的東西 所以當國際社會看到日本跟韓國 他們不會只想到這些食物很好吃 但台灣永遠處在一個食物很好吃 跟人情味很好的一個地方 這其實證明了你的國家你有其他特色 跟你國家跟國際社會已經完全脫節 這其實是一個不好的image 那扭準這些東西其實政府不已經做得到 但我相信各位也可以做得到 而且這是一個很快速的 每天跟大陸的朋友跟外國人接觸的時候 你可以傳遞出更多的書籍 那我覺得這是大家做到 然後我覺得這可以讓台灣更好 然後他跟小學信好像會綁在一起 然後這樣大家變成一個比較大的缺陷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我看完他怎麼知道 對 然後我演講之後 有時候會覺得我講的好像有點太遠 可是有時候人生並不是一個 你也會知道下一步在哪邊的過程 所以我自己的結論好像是 當你準備好某些東西的時候 機會會出現 而那個差別在於你能不能抓住那個機會 跟你有沒有足夠能力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在22歲英文不夠好 我就沒辦法接到這個工作的offer 然後我就沒辦法去這些地方開會跟這些工作 所以我覺得大學念什麼科技 其實是一個很難講的事情 因為我大學其實念法律 然後後來其實沒那麼相關的 那當然 因為我覺得沒辦法在一開始就講好自己要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把自己投射在各個領域裡面 實習是一個方法 旅行是一個方法 認識新朋友也是一個好方法 然後讓自己在各個領域裡面中 看各種不同的東西 然後看你自己適不適合這個產業 我覺得那是一個最快 最快的方法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外向 湖泊跟愛喝酒的人 所以我發現我並不適合在外交部 或是所謂的公家機關 然後我去澳門工作發現你才太好玩了 這才是我應該待的地方 所以這些東西不會有答案 課本也不會教你 所以只有你自己親自去體驗你才會知道答案 然後我覺得我們華人很多人 很容易覺得自己年紀好像在催促你要幹嘛 譬如說要結婚 要工作 要幹嘛 但我覺得其實也沒什麼好值的 因為也不過就是如此 所以我並不覺得大學畢業之後 一定要馬上研究所工作或當兵 所以我剛剛看到有人說他答應修學 我覺得非常非常棒 所以那非常非常有勇氣 因為如果是我我也會想要提早做這件事情 因為美國人喜歡玩Gap Year 然後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我不覺得任何的中段或轉換跑道 是一個好像傷天害人的事情 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講說就是 做地上做的事情 然後也是不用在意外界眼光 然後因為我自己領域偏外交 所以我有眾希望大家可以讓 國家形象比較不一樣 然後其實大家都是很好的外交官 然後等於他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跟我詢問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